南韩的国民年金 涵盖了一般民众 农与民乡村民众 堪称是全民性的资产 在全球管理来说 是排第三大 但是现在却有破产危机了吗 我们来看到 韩国经济研究院 他们所做出的最新的报告 就指出 如果再不改革的话 预估到了2055年 就会因为人口结构的改变 导致了他们的国民年金 这个资金会要耗尽 我们仔细来看看 他们的评估认为 到了2039年的时候 其实就会陷入次质 那么到了2055年的话 资产恐怕就是完全耗尽 这也意味着 现在32岁以下的南韩民众 等到他们退休 可以领退休金的时候 可是已经没有钱可以领了 那么南韩的国民年金 其实从1998年 首度调张保费之后 到现在超过20年 都没有改变 那么学者就呼吁 不赶快再做调整的话 那么我们未来 可能就发布出呢 这个退休金 而且现在南韩人 每100人 他们的养育压力 也是加重的 2020年 每100人 他们所缴的这个年金 要养19.4名的年长者 到了2050年 就变成得要养93.1名 另外就算退休金还领得到 也被认为 南韩退休金支付的金额 实在是太少了吗 因为呢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他们的退休金 所得的比例呢 都有超过五成 可是南韩就只有 25.9% 比起美英等国呢 是呢 少了呢 这个大约是一半左右 就被认为 南韩的退休族群 这生活真的实在不好过 以上事情提供给您 也请继续锁定华视新闻 嗨 大家好 我是颖童 想要来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频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